我擔任環保靈魂會長 我又剛好擔任吳藝新長 我們就覺得環境運動界不需要串 所以就開始2014年開始成立 全國很久環境會議 今天也是第17年 這個會議最大的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說 每次會議都會跟總統見面 會以意見 但是這個見面效果還是很有限 所以不是說你跟總統見面就會有很多效果 所以這17年大家都一直在思考 這個環境會的平台 討論完畢之後 第一個至少讓彼此了解 台灣各地所發生的環境問題 還有環保環理之間彼此不同的想法 另外一個就是 對於比較擴竊式的議題 大家可以一起來努力 所以這是一個環境運動最重要的精神 當然如果地圖能夠讓總統知道的時候 如果總統當時有比較重視 就有機會認真的去看待這個問題 至於不能解決 就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這17年來 我因為成員都不同的變化 主辦團體一直產生很大的變化 所以有高潮園勞力這樣 到了2013年 我又回到這個平台來之後 我自己因為經歷過非常多的社會 那我也清楚知道 社會運動的議題 有些是必須要10年20年的鼓勵 才能夠解決 像反合就要30多年 那有些議題呢 你只要不是那麼的複雜的 只要有對的方法跟技術 就很容易會被解決 所以我就發現到說 環境運動的議題 如果能夠透過這個平台 能夠搭起跟政府一件對話 對於某一些很難解決的議題 至少會透過對話 走到破口 或也有緩和開發的可能性 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至少有些議題 政府他可以 聽著進去可以接受 那至少也改變了可能 所以當時 所以大家這個平台裡面 有其他很高 希望一次達到 但是現實可能就很難 就像我們每一個人 如果有一些不少的習慣 你要改變它也不那麼的容易 所以他就是失去 那這我在環境運動這2、30年的觀察 運動到成功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要堅持著去帶領 比如說我這個潘老師 從頭到尾都不同行 還有我剛剛說 這個地方是 就是丁子婦、陳徐、大傑 在這個地方 至少有守護城 還有 接下來 運動到尾都不同行 他帶來很多議題的抗爭 紅花花、紅香等等 所以你一定要有 還有我們幫檢 我們在守護陽明山 寶定住 就是一定要有堅持的人 你只要堅持 在議題的最絕望的時候 還是會有貴人出來 這就是很神奇的 第二個例子要堅持 然後呢 串連草根的力量 就是讓社會大眾進行對話 也會成功 萬一真的不幸 沒有辦法達成目標 也至少也換取某些人的關注 就像在1995年 我在台南 為了搶救台灣第一街 蓮萍街 我把文字團體搶救失敗 原來是文字團體 可是那次失敗 後來只有在台南市 之後在那個 在那個做那個文化資產的保存運動上 就很少會失敗 所以也有可能會成為一個犧牲者 但這個犧牲可能會給後面的人 帶來一些可能 所以我想 環境運動很難走 當然在這次很特別 就是說我們這個土房 過千了首飾納入 這個環境議題裡面 因為你被納入之後 都會覺得說 這個人不多 其實那個人不多不是重點 因為我們在做運動 本來就人不多 但是他就有機會 就會被看到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被看到之後 就會有更多的力量進來的時候 那可能就會給運動 帶來更多的可能 像我剛剛知道最近 昨天這個環境 又開始又有新的開發的 那我這個攝殖導 在這段時間 都覺得一直太看到 但是因為我沒有直接涉入 但是我的好朋友 戴秀芬也是住在攝殖導 我想過世了 所以我會關注也是攝殖導 稍微會關注是因為 我這個好朋友 所以我想 今天的那個 這個對話 可以有很多可能 當然我的專長就是策略 那如果今天的運動 聽分享之後 能夠提供一些建議 多多發表 我們這個運動會的幫助 那今年我們算是 第一次 而且就在很久沒有分區會議 而且在這個SARS期間 又辦這個分區會不簡單 所以我非常謝謝我們 許玉宏大姐的潘老師 那麼能力的去城 那我們就祝今天的會議 讓每一個關注議題 都會找到運動前進的過程 好 謝謝各位 謝謝郭老師 我這幾年加入這個平台之後 是感覺到這個平台的活力 但是它不是一個強勢的 等於說每年有這個活動 但是實際上 卻沒有一個專制的機構 去負責這個事務 但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幾乎就是一個專門 所以成效呢 我個人是覺得 看議題啦 有一些測數的議題 確實上會有點難 還是要再努力 其他大部分呢 都有透過相關的部會 直接面對面 尤其是和老師促成的去年開始 就有各個部會的相關的 專門的窗口 在跟我們這些團體 直接解決問題 那以後會每一季都開一次會議 我想就是解決問題也很好 所以大家不妨抱著期待 當然總是工部門 有他們的困擾 那我們看看如何去化解 最後呢 透過民主 透明這些機制 讓我們的社區 讓我們的同感度更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我想是不是 請我們在地的裕峰姐 來跟大家來 去歡迎 大家好 不好意思喔 這個很課賣也很簡陋 這個大家就是在 就是第一次 這個真的就是 因為上次去參加會議的 那偶然啦 就是霧露了 霧露了這個 全國MGOA的這個會議 然後祝福了今天的北區會議 很感謝那個德里執事長 跟所有 就是全國人軍OS會議的前輩 讓我們這個 土地徵收的議題 可以被看到 其實土地徵收 在我個人認為 跟環境有息息相關 為什麼 第一點 就是你在徵收的時候 會破壞 原來的樹林啦 水文啦 文化 歷史 這一些都會被破壞 第二點 在參與的過程中 那一些 會灰燕滅的時候 那一些也是會破壞環境 然後在我們現在A期大家看到的 以前很多的原始林很多的樹林這些 也很多的平堂 可是就因為新的開發被破之後 你現在看到的幾乎是被展立 然後你看到的都是在在高樓大下 而且我覺得政府有時候很不合理的就是說 他在程序 徵收的程序完全是黑箱作業 這個是我想每一個碰到土地徵收 都幾乎碰到的 這是我們最恨的地方 而且我覺得我們不是不願意經濟反動 可是不然的徵收真的是我們非常不願意看到 也非常的反抗的地方 其實很多人都把我們土地徵收 這一些破千物打成說我們是按錢 我們要的就是更多的錢補償我們 可是我可以真的告訴我們的政府 跟其他不了解的人 我們真的不是為了錢 如果我為了錢我就賣掉就好了 就像我這裡當時政府徵收一瓶是三萬多 可是到了後面仲介來收一瓶三十幾萬 農地一點就到三十幾萬 如果我要錢的話我就賣掉就好 我何必這麼辛苦 經過漫長的遺症 然後被社會膜還被政府對抗 到最後最後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是很多人我想說我很想去自殺 我也想過自殺 我在三樓我的腳已經踏出一半 我覺得這個政府沒有給我們希望 而且我們去抗爭政府當兒邊風 他根本是忍住你不理你 我們真的就是真的是走投五度 到最後為什麼會產生大蜘蛛阿嬤連續 然後航空成一個一個阿伯 還有那個張聖文這一些的自殺 這是什麼來的 因為沒有希望等於絕望了到最後就只好走上絕路 所以我希望這個議題讓我們的政府看到 因為人權兩公約也擺明著 讓我們有人權 可是在台灣看不到人權 今天有一個人權2019的 竟然人權在台灣有嗎 我真的很懷疑 因為今年我記得如果明年人權兩公約要在台灣審議了 我希望就是說在去年的人權兩公約的那一些紀錄 但是政府就沒有做到 其實我很擔心 今年賴清德上任之後 因為副總統是人權兩公約之選 本年會的召集人 我真的很擔心他真的可以把我們的人權更進步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我也希望就是說 就是合理事長這一些前輩們可以協助 準備桌籤這個議題 希望被總統看到 希望被社會更多的人看到 謝謝 謝謝玉鳳姐 玉鳳姐除了今天對這裡不公強之外 他也把那個 苗栗國安寶的紅香阿姨 帶一個之後 一起來幫我們準備午餐 再給大家一個掌聲 謝謝 阿金特別早上 他跟我說要做那個 炒麵粉跟那個太婆粉 他如果說時間夠 他要整垂圓的花貴紅給我們吃 所以他比較慢 好 謝謝 那我們的第一個節目呢 其實不是節目 第一個活動 應該是徐世榮老師的摘起眼鏡 塞車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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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來人 平常不太患 因為下雨 空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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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徐老師還沒有到之前 我們預計是十點到十二點之間 就這樣會有幾個分享 那也可以對我們 用現在的時間提前來做 第一個單位先做 等第二點來 然後他接近第二點 那今天呢 我們的順序呢 是按照超越部署行動聯盟 然後接著社群寶寺就位 然後幫他們來進行協會 那王寶寺就位已經不吃飯了 現在是看守了 在排隊協會 然後排隊在那邊 那最後呢 是桃園比較多次人的協會 不過因為今天桃園付出行動聯盟 那天呢 他們沒有派過了 所以他們 對 所以你們 那我可能先 你先準備這些 我甚至言請 方簡 你們這邊 有沒有要 批一批三項 我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好不好 因為 那就 社群寶寺就稍微 我們請方簡直接 因為他昨天就參加了 他們那個 環境會議 所以可以跟大家 直接做一個分享 OK 好 那個 我想反過現在這個 整個土地的問題 其實我去年學人 立委的時候 就是說 從一個難民的身份來 第二代的難民的身份 我不曉得 後代的狡猾 不過我想 今天比較重要 我覺得 有兩個事情 要跟大家說 說一下 第一個 今年是地球日的定期 周年 OK 那 1970年的時候 是 美國開始地球日 那1990年的時候 因為1989年 我跟林俊毅 還有像林正崇 演習林 劉勇 劉勇 後面兩位已經走 還有書販志等等 這些人 去美國 然後去訪問 地球日的 那時候的 一個發派總部 所以我們就開始 回台灣 就1990年就發動了 所以 把台灣跟國際的運動活動聯繫 聯繫在一起 我想這個 環境運動的國際化是非常很好 包括像 這個 潘老師的 找不到的問題 那我們也希望 透過地球 把他 放到 一個 記者 發生的這個 體態上面 其實地球是一個 可以透過國際發生的問題 那 所以我們要 可能 準備一些資料 然後讓這個東西 不會找到 就像社子島的事情 那 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那 另外一個事情 我這邊不會講太多 那種太多問題 在 1990年代 後來 我們就 針對了一個問題 就是道復休場 道復休場 也是一種問題 也是把一些 弄 弄一大夫 然後 甚至 把一個春都給捏掉 他的主事給你幹 那我們後來就 針對道復休場的事情 開始進行 多的 這種 尤其 抗日 有一年大概 大家沒什麼印象 那時候我們的 這個 保護森林的運動 那 還有原住民的保護森林運動 然後 道復休場 其實都是相關聯 那 這裡面我們後來發現 就是說 銀行是這裡面 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 都發設置到 也好 666也好 其實你土地的開發 跟 銀行的這個 大的 水龍頭是有關係 如果他沒有錢的話 那些開發商 是不會自己拿自己錢去開發的 他拿別人的錢來國異 那 銀行為了要把這個錢做完 銀行也會站在他這裡面 那銀行後面會影響到各方面的 各路人馬 這個派系 所以我們在高爾夫球場 後來忽然高爾夫球場就敲聲匿跡了 因為那時候就 讓高爾夫球證不能跟銀行貸款 高爾夫球證是一個有亞政院的意思 因為他違反了非常多的土地的法律的規定 高爾夫球場總共後面有39個相關的法律 那其實他都是違反 像三破地開發也是 那江華在前天 他現在是 我覺得是我們的東風 就是 他現在是財政委員會 所以他前天已經質詢布立雄 那布立雄已經答應了 所有三破地的開發 銀行不能再貸款 要貸款 要嚴格審判 那已經貸款了 那我們後面貸 法律不追溯寄完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行政命令 那沒關係 我們再讓他去查銀行的五批 五批就是說你是誰貸的 你貸款能不能還 你有沒有債信 然後你還款的方式 要確保債權 他就很重要 他的perspective 他的展望是什麼 如果這個東西是沒有前景 它違反了很多的法律 很多人抗爭的話 銀行一定會退 包含過去一些風機 後來他們撤掉 也是因為國際銀行的貸款 這是一個國際的東西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說 我們跟江華那邊合作 就是說他有一個環境跟金融 我們的工作 其實跟澡交友有關係 他中油也好 他也要跟銀行貸款 或是國家的預算 要申請的預算 當你拿到這個錢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你的perspective 講出來 把你的payment 把你的正當性 這個可行性要講出來 他在經濟上 大家都忘了 環境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經濟社會的影響頻 如果有很多人出來反對你的話 那是一個社會影響 那經濟影響是你根本算不回事 所以我是覺得 像六之六負面的 是他一個更大的問題 是他整個都市計劃是怎樣 所以我想這整個東西 跟現在行政院又要修國主計劃法 他這個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按照我們的都市計劃法 他每三到五年必須要重新的審視 要檢討 通常檢討 那很多地方都很多檢討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我們是去打下位的 團民應該是上位 但是現在已經在下位 上位變成都市計劃 現在他們都是用都市環評來解都市計劃的現實 其實這個都市計劃才是我們更大的 後面還有像平均預算條例 他的公共性跟公益性 那這些東西都是我最近 其實我過去抱歉 沒有對土地相關法 你跟徐世隆相關是專業的 那我是從這個社會爭議的角度來看 那個土地相關法 我過去打道路透廠的經驗是 凡是會破壞環境的事情 他一定有違法之處 凡是環境未來的事情 後面一定有貪運之處 包括了柯文哲這種政治貪運 不是只有說拿小錢的那種 拿回扣拿那些紅包的 那叫tactic production 是小貪 大貪是整個政策上非本無略 那巨貪 這個叫大貪巨貪 那政治貪污是柯文哲為了他的民眾黨的利益 他跟這些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 最後我們要把銀行的事情弄死 所以整個金融的事情 環境跟金融的東西 所以聯合國環境規劃組 他們也有出這個環境金融的 我們把這個東西 把它跟實際的運作 不需要修法 他只要行政上面去執行 因為其實台灣的法律非常繁備 大家不要浪費時間在修法 所有的法都是主管機關決定的 可行或不可行的事情 所以我想不要浪費時間在修法 自在他的行政上面 還有他的這個執行上面 謝謝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聽 分享人是他們發言人 李華東 大家好我是政治島媳婦 同時也是政治島自就會發言的李馬平 很榮幸就是 也不能講很榮幸 如果今天政治島 沒有被政府當的土地偵通政策 我今天也不會坐在這邊 政治島進去安靜樂業 那很多的第一次 比方說社運的活動 或者當發言人 或者來今天做這個 Hall point的成功 這都是身體第一次 都是從完全沒有經驗開始 來做一個學習 然後我們都是社運的數量 那我們社導制就會成立一次 就是從去年的5月份 直到現在 還是一個很新很新的團體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 為什麼會成立更重要 因為在過去 當年上一屆市長 我們的社子島開發 他就是會重新來做 所以對當地居民而言 就是狼來的 我們只要聽聽就好了 聽聽就好了 但是一直到去年度 大概20歲左右 柯文哲 柯文哲市長 他就是直一的要開發社子島 他氣發了多少通知 就是帶給所有社子島在地的居民 相關權利者 告訴我們 我們真的要被開發了 那當地的居民才警覺性產生了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了 好來 那就是從一連串這個開始 我們就緊急的成立了 是就會到現在 所以我們還是一些社運的數人 無論是外圍的力量 或者是說跟外面連結的部分 我們其實都是很薄弱的 都是很薄弱的 那很多人不知道社子島的過去 所以我今天我會用簡單 前面的七張圖影片來介紹 社子島的過去 那我會先從房東戲院 這個相對社子島的發展 來做一些介紹 因為房東戲院 它是救援戰後 台北市最早的戲院 那隨著時間的流轉 通通的使用 活動的改變 戲院跟巨賊居民的關係 有一齣細胞 那一幕一幕的演出我們社子島的故事 那接下來 社子島它是位在說 基隆河跟半水河之間 它是兩個衝擊出來 而我的土地嘛 社子島之間 它是大名台北地區 蘇果通用產地的角色 那我們這邊有很多的工作機會 包含了像農耕啊 蘇果的販售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蘇果 是從社裡保護出去的 那人群的聚集 那又產生很多的產業 像雜貨店啊 打麻將 很多人說我們沒有Sever 對 我們不需要我們先進的東西 我們有緊密的靈體關係 我們有甘媽店 小孩子肚子餓了 他可以先去買個東西 等爸媽回來了以後再去捷掌 所以這些現代化的流氓 它有辦法做到嗎 沒可能的事情啦 所以我們這邊有很多產業 就像法國店 立法店 小吃店 這些的繁華的聚落吸引了戲院的進駐 好 那繁華戲院它是位在人群連錄七段 107巷 它是我們陪球隊的聚落中心 靠著陸陸還有水陸 經歷了很多很多的人潮 那陸陸呢 它是靠著人群陪球連接台北市 水陸就是靠著民心的南北河的浦崴碼頭 那緊接 連接的就是像三重 蘆洲 大稻城這些地方 當時候的陪球隊喔 人潮是滿滿的喔 不是只有在地人來判施 連外地人都會來判施 它是像現在的西門這麼這麼這麼的繁華 那戲院門口他們很多很多團團的小吃的點心 像有些小朋友 像我公公那個年代的 他們的回音就是 我好想牽著陌生的大人混進戲院去判施 那種緊張的情緒呀 或者是最後五分鐘你做的戲院 那是老一代他們的就是居民的一些人 那為什麼長長的戲院他更落落 因為色子島的河底足高了 那路上的交通發達 漸漸取代的是 我們原本透過渡船對外的交通方式 然後高速公路的興建 再加上城鄉移民啊 產業的轉變 地區經濟中心逐漸向台北市成功轉移 那又因為防洪的政令 讓色子島的產業人潮慢慢地沒落 那皇宮戲院也因此退去原來娛樂大眾的身分 轉移變成拍攝的片場啦 以及後來的二級產業的工廠 那色子島沒落的政令就是關鍵政令是什麼 1970年代 經濟部在台北地區當中計畫品號報告中 他明定我們色子島為限制發展區 犧牲了色子島 犧牲了色子島 為到台北地區組長成一段 那可以使大大安居六月 可是色子島居民因此犧牲了 那皇宮戲他隨著周到的產業 活動的凋零 從電影院啊 電廠 辦公工廠 其間他經歷了兩次的火災 那成了現在的紙箱工廠 但是如同過去一樣 像蔬果般的產地般的 用另外一種的樣態來供應 大台北地區生活的所需 那因為現建 所以色子島 他沒有辦法享受說像都市化的成果 但是我們卻難得 就是保有才是難得的慢活的生活 濃濃的人情味 緊密的淋理關係 那填土蓋大樓的土地開發 他會抹平我們色子島的一切 傳統的文化與序若文 你就會走不起歷史 但也就是看都看不見 那像這樣的一個採訪 是我們大家都有學過的嗎 好 那我們接下來 看到這一家的部分來講的話呢 他是葛勒里颱風來 葛勒里颱風來的時候 大台北地區念書 三年三月的一個照片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這一家 包含的的話呢 這是市政府做的一個調查 居民意願度調查的部分 這張圖片不是我們自己做的 是市政府開北市政府做的 公布於明日色的島網站 那現在呢 明日色的島網站 他現在幾乎不再使用了 因為去年度各支外洩 外洩我們澄清人的各支 所以他現在資訊都沒有揭露在上面了 所以講一下 那我們先看到104年從最左邊開始 這個當地就是意願度調查 願不願意被徵收的部分 當地居民高達44%的原地改建 44%這麼高 從104年科政府上任以來 那緊接著我們看到第二個 150年、106年 這是做農地耕作意願度調查 是農地耕作他做了兩次 做了兩次 回收率僅僅僅只有24% 24% 那回收率這麼低僅僅只有24% 但是市政府卻用回收率這麼低的調查結果 作為一個都市計畫的決策 真的非常的光明 大家可以看到市府島居民的無奈的部分 那107年的加護放差 我們可以看得到51%不認同盤制方案過半 過半了 那108年就是去年 我們說到柯政府灌號通知彈的部分 當地居民42%反對開發 僅僅只有3.66%是贊成開發的 但是柯師傅一意孤行 執意往前走 不聽民意 那內政部他是有條件通過 設置老開發計畫的三大戰術 三大條件文化聚落保存 戶戶安治三民政會 那台北市政府他其實是一個都沒有做到的 師府他實際的作為是什麼 他是把主要計畫集中兩間座多棟集合住宅 改為分散兩間座多棟集合住宅 那我們認為集中式的就是住宅環境 他是破壞我們的人文文理的關係 因為他是垂直式的居住環境 他是跟我們現在的居住文理就是大相近平的 那就再重建 那傳統文化業務就是這個 他就不完全沒有辦法被保存的 那個聖子島的文資啊 他是由原先的名次 後來清新發布 但是最後全部其中 它是在中原裡面 那他也只是個形式上的文化啦 那他沒有最珍貴的人跟文化 還有精神 那通過這個文化之館 他最後恐怕就是輪圍文資館的部分的 那文資他如果說僅僅保留幾處 這樣他是沒有辦法保留 攝子島扮演文化業弄土地公 因為業弄土地公他是有固定的路線 固定的路線 那如果說房子拆了 人散了 我們的路徑也沒有了 那文化就沒有保留啦 所以以在地居民來講 我們希望攝子島的九大居住 應該要全數的保留 應該要全數的保留 那再來戶戶外地的部分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家房率 他只有48% 家戶房產的部分只有48% 他這樣是沒有辦法真正的了解居民的意見 以及客難點在哪裡 還有產業安置 因為攝子島有很多的產業 他的產業安置計畫是不符合需求 就像今年7月份 想要實施的工廠管理不到辦法 到時候全台的產業 他是渴望屆時可以就地合法化的 可是台北市政府 他沒有與我們在地的設定 設置島在地產業溝通完全沒有 他是直接把我們從工服法適用地區剔除的 是直接剔除的 那台北市政府在講究 就是開發設置島的方案 在講究速度 他是沒有用心跟我們設置島在地居民 做到一個溝通 而且不瞭解居民的困難點是在哪裡的 那我們看到第三個聽證會的部分 在辦聽證會的部分 他是沒有辦到預備聽證會 沒有做到交互結問的部分 辦得像公聽會 所以我們要求就是針對區段徵收來進行 就是聽證會的部分 好 那我們目前的困境來講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明日設置島的網站 他現在是已經暫停在公佈新的資訊 資訊不透明啊 那因為他是主要我們居民 他去了解開發其他重要的一個網站 那剛剛跟大家提到就是因為前陣子 他網站上面公放 洩漏我們陳情人的個資 所以他現在不再發佈任何 都實際化的一些資訊 那目前他的資訊是更站在 各個部會的這個網站 導致說我們居民其實真的很難了解說 不管他要開會他的婚姻紀錄 或者他的進度到什麼程度 我們其實是很難很難去搜尋的 那在計畫過敏檔的部分 計畫內容他專用不是太多了 實在是太多了 那我們其實懂一懂 那說明會他辦得非常的長處 像今年1月14號 1月份他辦了一個說明會 新水區變更為何川區的部分 短短三分鐘草草的宣如完 他說會議完宣如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那個臺北市政府他也反正不管你懂不懂 我也不會做太多的解釋 不管居民有懂沒有懂 我就是完成了 我法定程序我照走就對了 那再來市府知識的回應的部分 不論說我們居民的陳情內容是怎麼樣 市府他都是知識的回吻給我們 就是從過去到現在都是知識的回吻 那他也不願意與在地的居民做個溝通 不斷地感染神 所以讓我們真的是很措手不及 這是居民真的很大很大的一個困境 那在政府認為說趨淡真說 他其實是開發計畫 取得土地最派最有效率的一種方式 可是對百姓而言 他是略有百姓石油土地的強國工具 而且在色子島他是先行趨淡 就是我可以先把你的房子拆了以後 你未來有什麼意見你再來提好了 這對色子島居民是很不公平的 那今天色子島百姓土地百分之百 私有土地 我卻要被搶奪60%的私有土地 政府分回40%的底價地 把他視為恩惠 把他視為恩惠 而且去淡真說 就像徐教授常常提到的 全世界都沒有在用的 只剩台灣 那其實我們真的很希望 可以把這個惡法 把他廢除 解救全台灣的百姓 那色子島居民 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九大聚落全數的保存 然後就是落實加護防差 第三點就是針對區段徵收 來辦理聽證會 那謝謝大家 簡報結束 讓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色子島自救揮的分享 這些相關的問題正好 我們徐世榮 徐教授 就可以為大家做一些 他很多經驗的 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直接請徐教授 徐世榮 徐教授隊 來為我們做專輯的講演 徐教授我想就不用多介紹 大概所有經歷被徵收的 或者說關心台灣潛伏的 不管是土地正義啦 環境正義啦 他都是台灣的一個小環境 那我們再一次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徐教授 不敢當 不好意思 潘老師 還有 各位好朋友 我今天沒有做 奧博委 沒有做 電腦上所需要的 一些PGT 但是我很想跟各位 談一談 所謂的最近大家在討論的 國家重大牽涉 民進黨政府一直很想趕快把它修法 在國土計畫法裡面修法 然後讓這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可以幾乎是隨時來改變我們的國土計畫 那為什麼這個課題跟我們環境有關係 我等一下想跟各位做個分享 我大概在七年前 我在七年前在《蘋果日報》 有發表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的名稱叫做 《為何抵制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那我今天講的大概就是 我七年前所寫的那篇文章 但是我要跟各位再做一些補充 首先我想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我們的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其實是一個政治工程 政治工程 它並非是一個法定計畫 那所謂的法定計畫 我這邊講的 比如說我們有都市計畫 我們有都市計畫法 很重要 都市計畫法 我們有區域計畫 我們有區域計畫 我們有區域計畫法 這是我們所謂的空間法制 很重要的相關的法定計畫 我們有國家公園計畫法 因為我們國家的土地 大概就分成三大類 一個是都市土地 第二個是非都市土地 第三個是國家公園土地 各佔百分之七 百分之八是九 還有百分之八 左右 八到九 扣起來剛好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有我們的法定計畫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了 我都市計畫法 我們有區域計畫法 我們有國家公園法 另外我們未來 像我們已經通過了 國主計畫法 然後呢 國主計畫法 主要要取代的是什麼呢 國主計畫法 主要要取代的 就是區域計畫法 這個很重要 就是佔我們國家 要處理到百分之七十八到七十九 國主計畫法 就是要取代區域計畫法 那都市計畫 百分之十三這個部分 還是一樣適用在都市計畫法裡面 那主要就是要取代區域計畫法 那這一個 所以我第一個 想跟大家好朋友分享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它不是一個法定計畫 它是一個國家政治工程 這個觀念 先要給各位報告 那第二個 那我們就要來問 剛剛第一個是它的定性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它的定性 那第二個跟各位分享 那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它的內涵是什麼 它的內涵是什麼 它的內涵呢 其實就包括了 所謂的幾個重要的法定計畫 那一般我們大概社會上可能比較不了解 那我要跟各位用一個例子 跟各位分享 比如說桃園的工程 又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這邊的 合一住宅 比如說桃園的工程 它一定 就是我先跟大家講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的內涵 至少會包括四個計畫 第一個計畫 叫做新辦事業計畫 第二個計畫 叫做環境保護計畫 第三個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土地利用計畫 這包括了就是我剛剛講的 物資計畫 區域計畫 還有國家公園計畫 所以我們的 土地利用計畫大概是第三個形式 第四個 剛剛就是華民小姐 跟大家報告了 就是土地徵收計畫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它的性質 它是個國家的政治工程 它的內涵包括什麼呢 它的內涵包括至少 大概至少包括這四個計畫 這四個計畫 第一個叫做新辦事業計畫 第二個環境保護計畫 就跟我們今天 在這邊聚在一起 是有關 第三個就是 我們的土地利用計畫 第四個就是 土地徵收計畫 這樣清楚嗎 清楚齁 好 那這個新辦事業計畫 是誰提出來的呢 以桃園工程為例 新辦事業計畫 它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誰呢 這都是我們法定的用語 但是其實不難 只是我們平常沒有接觸 就是桃園工程 它本來只是要興建 桃園機場的第三跑道 第三跑道的新辦事業計畫 它要提一個新辦事業計畫出來 提出這個新辦事業計畫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誰呢 它就是交通部 所以第一個計畫提出來的是交通部 另外大家可能也都熟悉 比如說台南鐵路地下花 東移土地徵收 它其實也是交通部 是一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它會提一個新辦事業計畫出來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如果這個新辦事業計畫通過了 它就應該再提一個環境保護計畫 然後呢 因為我們在民國八二十年 通過了環境影響評估法 所以這個環境保護計畫 要送給環保署 由環保署來進行審查 如果對環境生態 沒有造成重大影響之餘的 大概都是讓它有條件通過 大概都會通過 那環境保護計畫之後 再來第三個階段 就是土地利用計畫 就是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 大概就是這兩個計畫 國家公文計畫比較少 這個再通過 第四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第徵收計畫 程序上大概是如此 但是我們政府在法規上 其實也規定了非常的 非常的偏差 所以剛剛講設置島 我們還在環評 還在都市計畫 像航空城也一樣 還在環評還都還沒完成 那就可以先行區段徵收 這涉及到我們土地徵收條例的 第四條第二項 這其實是違憲 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 但是很遺憾 先跳過 講一句話 我們有關我們的計畫體制 一直到今天 其實還是為時 跟民國76年 解除戒嚴之前 其實大概是一樣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有那麼多的抗爭 我們一直講 我們已經講民主自由 要追求基本人權 監察院也馬上要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但是要跟各位講 我們基本的 這個計畫行政體系 還是跟民國76年之前 戒嚴之前 沒有多大的改例 還是非常的威權 相對非常的獨裁 那我要跟各位講 所以包括這四個計畫 這第二點跟大家分享 大概已經清楚了吧 第三個 就國家重大經濟計畫 它的程序是什麼 理論上應該是我剛剛講的第二點 那四個計畫 因為他們是法定計畫 清辦事業計畫 環境保護計畫 再來是土地利用計畫 再來是土地徵收計畫 這四個計畫都完成之後 國家重大經濟計畫 才算應該是底定了 因為每一個計畫 都有它追求的目標 交通部的先辦事業計畫 第三跑道 因為它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所以它主要的目的 就要促進交通的建設 無可後悔 但第二個環評呢 你環評也要通過啊 所以我們的社會 是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 我們的社會應該是多元價值 當然應該 在民主自由 為什麼講民主自由 就是大家要包容不同的價值嘛 所以我們很多的朋友 像中勳 潘老師 我們都非常重視 比如藻礁 我們非常重視這個生態 環境 我們認為 這個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價值 台灣的社會 不能夠因為追求經濟的成長 而忽略了我們的環境生態 我們大概已經形成了這個故事 所以我們才有 要追求所謂的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來的 現在區域計畫法 當初制定 也是要追求永續發展 但是這個政府 好像 這個體制一直沒有辦法改變 還是追求經濟成長 所以我們往往都是經濟掛轉 一直到今天還是經濟掛轉 現在是我們 我們民間大概已經 已經逐漸的 我們講的台語講 叫做倒滾了 我們民間已經倒滾 像是誰倒不起來 是我們這個政府倒不起來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政府還是非常的遏止 這政府還是非常的遏止 那我跟各位講 遏止在什麼地方呢 第六、第三個部分 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現在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它的程序是什麼 它是交通部提出的 新辦事業計畫 或經濟部提出了 產業園區新辦事業計畫 或是科技部提出了 科學園區 新辦事業計畫之後 它就馬上送給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前身 就是叫做經濟建設委員會 就是叫做經建會 有沒有 交通部 經濟部 或是科技部 最主要是經濟部跟交通部 這兩個部會是最遏值 我跟各位講 最遏值的部會 徵收 最多類大概都是這兩個部會 那經濟部跟交通部 他們就直接把他們提了 他的新辦事業計畫 我希望大家不要混搖 他直接就送給國發會了 就送給以前的經濟會 以前就是這麼在搞的 以前就這麼在搞 現在還是這麼在搞 很厲害 然後呢 經濟會有個委員會就開始審查 開始審查 審查完了之後 他通過了 就直接送給行政院 經濟會就是行政院的幕僚機構 既然經濟會過了 行政院就一定過 行政院過了之後怎麼樣呢 他直接就送立法院 馬上編列預算 編列預算 就有執行的壓力 公務人員就必須要執行 OK 法定上 你就必須要這麼做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國家 一個很大的問題 問題來了 我剛剛講第二個部分 不是有四個計畫嗎 那四個計畫呢 還評還沒有審呢 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 或者我們未來的國土計畫 也根本都還沒有審呢 還有土地徵收計畫 保證人民基本人權呢 有沒有 也都還沒有開始 還在風中啊 還在風中在那邊飄啊飄啊飄啊 這個法定計畫 這是法定計畫 我們有都市計畫法 我們有區域計畫法 我們有國土計畫法 國家公園計畫法 我們有土地徵收條例啊 這個都是法定計畫 真正的有法律的一個效力的 但是 在這個政治工程裡面 這些法定計畫 全部都被架空了 我不知道各位聽得懂嗎 他在第一個計畫 他就直接送給國華會 國華會就送給行政院 行政院就送給立法院 就開始編列預算 然後呢 要求你執行 那我們的國華會裡面 還有一個小組 每個月盯你的進度 國華會裡面一個小組 每個月盯你進度啊 你進度太慢 你會被檢討了 你去國務人員當年的考基 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怎麼辦 現在問題在這兒 怎麼辦 環評還沒有開始審 搞不好環境保護計畫 都還沒有 然後呢 都市計畫要改變了 那個通牌檢討 或是個案佩根 也都還沒有 土地徵收計畫更別說了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國家重要建設計畫 已經通過了 預算已經編列了 各位知道問題出在哪邊嗎 知道這就是過往規權的做法 其實就是獨裁的做法 所以那再來環評怎麼審 環評一定會通過 對不對 都市計畫通完檢討或個案佩會不會過 也一定會過 土地徵收也一定會過 因為我們都是有個機制 叫做委員會機制 委員會機制 那委員會裡面呢 其實人數都很少 人數都很少 人數都很少 你把總數出於2-0.5 就政府行政機關的人員 每個委員會都這樣 大概 除了環評 那個行政機關的人 稍微少了一點 但是都委會 區委會 未來的國土計畫委員會 或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其實 主要的人員都是政府行政官員 他只要再拉一位 他就過半數 另外那個半數 那個就是學者專家 還有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我跟各位保證 韓老師 忠心兄 我還有各位前輩 我們都沒有資格 變成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因為那個都是縣長 市長挑選的 那個都是部長挑選的 懂意思嗎 那個委員會機制 其實是非常威權的委員會機制 當然他對外會講什麼 這是學者專家 他們通過了 但實際上是什麼 實際上大概都是政府行政官員 所以只要市長要讓他過 只要部長要讓他過 院長要讓他過 一定都過得了啦 了解意思嗎 很悲哀的 我們現在國家非常悲哀的 就是這樣的 你 你新辦事業計畫 你提出來 就直接送 經監會 規劃會 然後送行政院 送立法院 然後又開始執行 所以 在政治好的 計畫行政程序 非常的扭曲 非常的偏差的情況之下 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今天開會 我們的環評的重要的價值 潘老師找交 這個重要的價值 沒啦 因為他是政治工程 上面就壓下來 行政院說一定要給我過啊 他已經 其實 一個民主社會 應該要非常重視 正當行政程序 我們現在這個正當行政程序 其實是非常非常忽略的 所謂的正當行政程序 你要提國家重災 現在的計畫沒有 我們尊重 但是拜託 你把這一套整個程序都走完 懂我意思嗎 你把你 興辦事業計畫提出來 環境保護計畫提出來 你土地利用計畫提出來 土地徵收計畫提出來 對不對 你這一套全部都走完之後 都通過了 你才夠資格成為 國家重大健身計畫 現在沒有啊 現在是交通部 經濟部提的 興辦事業計畫 他就說 這個就叫做 國家重大健身計畫 將問題出在這裡啦 我不知道各位聽得懂的意思嗎 我們現在偏差扭曲就出在這裡了 那問題 交通部跟經濟部 他們在你興辦事業計畫的時候 就討論他工程 那個第三跑道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 是完全黑箱作意的 懂意思嗎 我們是環評的時候 才開始要說 開說明會啊 都市計畫的時候 都市計畫法第十九條說明會啊 土地徵收的時候 現在開始 現在開始 有些聽證會 但是現在問題是 我第一個階段 那個興辦事業計畫 交通部或經濟部 或是科技部 你的興辦事業計畫 是完全黑箱作業 不對外公開啦 他不對外公開 我們都不知道 他的興辦事業計畫是什麼 所以你看 台南鐵路地號 我們在法院 告了兩年多 我們一直要 交通部 你提出那個計畫 到法院去 要他提 他還是不願意提耶 這就是可惡的地方 懂意思嗎 我就是老大 我不提 看你怎麼樣 然後呢 我說這是專業判斷以地 跟法官講 這是我們專業的判斷 我們往往用專業的判斷 來凝架 來壓迫 來欺負我們人民的其他的這些重要價值 環境 社會的公平正義 還有基本的人權 你看這邊 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這個 這一塊 徵收了 原來現在236公頃 他有符合徵收 必備要件嗎 每次來就看了就很氣 看了就很氣 每家建設公司 真的是很氣 能夠用徵收的手段 把人民的土地 私有財產 把它剝奪 然後再把它標售給建商 來蓋房子嗎 有這種道理嗎 絕對沒有 跟各位講 沒有 全世界民主國家 沒有這種道理了啦 你看對面 中華郵政園區 對不對 徵收了那麼大 然後把它化成14個單元 結果14個單元全部出租 可以這麼搞嗎 他只是一個什麼 他只是一個 故意的一個障眼法 中華郵政園區 我是一個 比如一個國家的一個機構 但是實際上你去看 其他 絕大部分都出租出去 在賺錢 前面那個更 也是惡劣啊 裁業區 全部給私人公司來飆啊 可以這麼做嗎 這個區段徵收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不行的 這個是很嚴重的侵害 基本人權的事 但是為什麼還能夠 這麼一直在做 為什麼 就是這一套行政程序 各位聽了統一之外 各位聽了統一之外 都還是 我們國家一直到今天 都依舊是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在決定 我們國家的重大建設計畫 你這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除了經濟成長 交通建設之外 依照國土計畫法第三條 其實包含了十一條的原則 各位去看 它列了十一條 民進黨政府 這個會期說要修國土計畫法 我跟各位講 現在 修完之後 這十一條原則 也大概就大部分 因為它的行政程序 還是這種威權的行政程序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反對的原因 為什麼要反對 都可能講得太多了 講得也太激動了 因為我看的就是這些 裡面還有我的學生了 懂的意思嗎 建設公司裡面還有我的學生 我每次看了我就氣 跟他講說這個是違背基本人權的 所以第一個跟各位分享的 我想我再重複一遍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它不是反對的 它是一個政治工程 這一點大家清楚 因為我們沒有所謂的計畫 是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我們就有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法 有沒有 我們沒有一個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法 我們就有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 國家公園法 我們就有國土計畫法 這些是法令計畫 但是它現在用政治工程 我們要來凝架這些法定計畫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所追求的很多很多的重要的價值 比如說我們追求永續發展 我們追求的基本人權的保障 我們追求社會的公平的正義 在這一套體制底下 全部都沒了 各位清楚嗎 全部都沒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長期以來 我們在多年前 我們希望通過國土計畫法 能夠來改變過往的這種獨裁 威權的這個行政的作為 不當的行政的作為 但是民進黨政府現在又要把它拉回來 這讓人遺憾 所以各位想一想 現在沒有 不是說沒有改變的機制了 你如果是一個國家重大監測計畫 你花個五年 現在是五年就可以潛逃了 你花個五年好好的再跟人家溝通 對話 時間一下就過了 你總比現在 擺在那邊 讓大家在那邊抗爭 對不對 你為什麼事前不好好的 把你的這個計畫 新辦事業計畫 好好的不要再黑箱作業 好好的拿出來 或者是說 把這一套都走完之後 你再送到國華會 再送到行政院 再送到立法院 各位了解嗎 這個問題就出在這裡 我們還是非常的威權 其實相對於是很獨裁 我們有兩個台灣 我們真的有兩個台灣 在選舉的時候 民主自由人權 喊得嘎嘎響 大家以為我們投票 我們的投票權 我們選總統 我們選立委 選縣市首長 我們就以為我們這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其實不然 其實不然 我們另外一個台灣 是對老百姓還是非常的壓榨 非常的剝削 對環境是非常的剝削 這是我們急需 要改變的 那我也要跟各位講 我們過往的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 不是說沒有盤心 因為張景深 這五位現在一直在說 我們的國家 這個都市計畫 都沒有彈性 沒有 這是很惡質的政府 他對誰沒有彈性 對一般老百姓沒有彈性 所以才會有 華平剛講的 進線建築十年 有沒有 這邊也是進線建啊 也就是我跟妳進線建啊 我覺得 對老百姓 我就是沒有彈性 所以這是一個社會控制的手段 很悲哀 我們的都市計畫 我們的土地利用計畫 已經變成一個社會控制的手段 我覺得不讓妳過 你要過 大家來談 要給我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 我跟各位講 這個就是 他用這種方式來控制社會 長政者 也扣這種方式 來獲取他的一個利益 好 我們的現在的土地利用計畫 其實常常在變 什麼時候變 只要我們政府說要變 就變 了解這意思嗎 我們往往透過都市計畫法 第27條 只要妳提出國家中在建設計畫 妳要變 隨時都可以變 所以我們現在的體制是對誰沒有彈性 我們的體制現在是對老百姓沒有彈性 我們對政府本身有沒有彈性 完全的彈性 政府要怎麼變 就怎麼變 了解這意思嗎 政府往往在地方政治 往往跟誰站在一塊 跟地方派系站在一塊 土地政治其實就是派系政治 地方政治其實就是土地政治 我再講一遍 地方政治其實就是土地政治 那就是繼續的 不斷的在壓迫 這個推土機啊 還不斷的在碾壓 在碾壓 在碾壓 所以我們判明 未來如果改變 不要讓這個推土機繼續碾壓 我們的社會 不好意思 太多了 謝謝 隨著徐老師聽了深度請書的 讓大家都可以理解到 我現在所屬的這個 不過也就是因為老師專業 我想 我們下面的時間呢 是不是就像社子導致就會這些 相關的主經生說 相關問題的 如果有問題就藉這個機會 跟老師請教一下 看看你們有沒有要跟老師 幫你們的問題提出來 老師也許可以 跟你們接 相關的問題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土城五號公園社區的人員 是 因為我們現在也有分到 剛剛跟社子導 社子導的一個關係 不好意思 那 不好意思 那我也有做那個 我可以再用 好 可以 不好意思 謝謝 所以你要接著就講 是嗎 對 講你們的問題 許老師會帶到什麼時候 不會 沒關係 可以 所以可以先聽他們 OK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 那關懷就少諷 聆諾一下 讓他們兩個有相關的意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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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 稍後 稍後 謝謝 那來稍坐 我們稍坐 休息一下 沒睡者 可以把人拾出去 是吧 OK 你要保留 本身是最久的 對 在一起 在一起 對 對 你是自己覺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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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又有人在講 這個時候自己弄起來 有辦法來練習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一个计划就是 因为它是去年的11月10号 108年的10月20号 跟我们讲就是一个叫做 行政专区的一个开发 那行政专区的开发来讲 它就是跟我们讲说 我们这一个的部分 这一个部分它一个开发就是 它现在目前来讲 就是它一个行政的专区 为什么它要做一个行政的专区 它这个是捷运本来捷运这个地方 有一条万大线是走在星辰路上 然后后来它为了说 因为站体原先的土层 板南线的站体是在这个下方 然后它把它设计说 因为至爱南行 就是因为站体跟他们施工工程上 有问题 所以它把轨道弯进来这里面 那弯进来这里面以后 本来我们这一块所画的绿地的部分 全部都是绿地 那这一关这个是机关6 还有停9 还有这一块是机关7的一个使用的地方 现在我们的区工所 组成区工所 护证事务所 警察局 卫生所 全部都是在这个区域 但是他们为了画了一个叫做 行政专区的一个计划 把轨道弯进来以后 把这边全部的公园背掉 然后把这个地方有一个保护区的位置的部分 它也全部把它背掉 所以现在我们也就是说 我们也就是刚刚徐老师所讲的 我们现在真的是很 被政府就是说 这个真的是黑箱的作业 它我们一块这么大的一块的绿地 然后我们的区工所的位置 都是在这个位置 全部这个办公的位置 其实都不够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这样子为了一个行政专区 也没有跟我们社区的 我们这边的人社区 我们这边就是五号公园的社区 都没有跟我们开会 只是说为了因为行政专区以后 跟我们讲美其名说 这个是一个行政专区 我们以后会把行政专区 坐在这个位置 结果我们后来看到他的计划以后 他这个轨道不但关进来 然后把这个本身来讲 我们的公园全部破坏掉 然后把我们所有这个区域的办公区 这边的办公区域的部分 把它集中两栋盖在这个位置 盖在这个位置 盖两栋盖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他们我一直觉得很纳闷的部分 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办公区域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现在我们原先的公园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是一个机关六 跟一个停车场的停车场的位置 他竟然把他轨道弯进来 然后到前面又弯出去 这个为了这个东西把这个的行政 我们行政他这个 本来这个区域叫做行政专区 但是我们看不到行政专区的价值在哪里 他反而把我们这一块原先的行政的专区 就是我们行政 把区公所护正事务所警察局 全部的部分把它挤到这一栋 跟这一栋 这一栋是属于我们的图书馆 或是那个社会住宅 然后我们的行政专大楼的部分盖一个25楼 把26楼的部分把机关跟区公所的部分 全部集中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26楼的一个办公大楼 然后把这个的 我们原来的行政的专区的部分 变成是一个两栋34楼的一个住宅 跟一个12楼的社会住 就是一个12楼的住宅 也是一个是建制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很纳闷说 政府为什么一定要 他如果不弯进来 本身我们这一块 而且他现在又就这样 刚刚我们讲的真的是一个政治的 一个 所谓故事发展 真的是一个政治的地方的结合 因为为什么 这个当初如果这个轨道 如果坐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上面 仗体在这个位置来讲 其实他行政专区是很完整的 但是他弯进来以后 他们又做小动作说 这个弯进来他们当初有写 这个弯进来的话 他进键要大概是2100平 结果他行政专区没有把这个2100平扣掉 他是认为说这个是没有弯进来 整个行政专区是这一块 所以这个这一块总共是有6600平的土地 但是他就是这个东西 他因为他有进键 但是他也没有给他算进键 所以我那时候有算他的总楼地板面积 这个就是他原先的设计 还是在这个位置 本身的行政专区6600平就是这一块 但是这个的部分就是 都没有扣掉这个部分 他才有办法做到2栋34 1栋12 所以他这个我一直搞不到政府说 为什么我们这么好的一块土地 一块公园在这个位置 他一定要浪费这三块的部分 这一块这么完整的行政专区 然后我们自己一个办公大楼行政专区 取在位置 然后我们本身的 就是他所讲的他当初的部分规划 因为你看我们的公园的立地 是这么大的一块 然后他本身这个当现场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停久跟肌溜 跟这一块的行政专区 我们这一块就已经很完整 如果以光这个来盖 就已经够了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帮我来说一下 因为已经真的是很素人 这个案因为他有来找陈老师陈琴 然后他们阿凯也都有跟我讲 他现在因为他太素人了 他没有去focus在说 这边有个公园 公园 然后他们家距离不到四公尺 所以在这个应该要 focus在你们的公园不见了 跟环境有关的 你不要拐他行政区在哪里 因为那是他的土地 只是你现在不安进来之后 影响到你们的居住的安全 还有失去的公园 就是这样 ok ok 我第二个就跟空了 因为我们真的是第一次 我们不太累 然后最后就是刚刚老师讲 就是说我们 最后就是说 这个轨道弯进来以后 他本身跟我们的住宅只有四公尺 然后他没有考虑到说这个噪音 空传噪音的影响 因为这个我们G11的部分 跟LG10的部分 他是从地下到 从地下的部分 直接冲到我们的L11 然后这个距离只有1688公尺 那从下面冲上来的部分来讲 他到这个转弯 又马上要急停 而且他这个是钢轨钢轮 他不是胶轮 钢轨钢轮 所以他所产生的噪音来讲很大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就像 而且我这个东西 我们也有打电话过去给 给那个环保署 他这个没有送环境评估环差 他只是96年那时候97年 通过行政院的版本 到现在都没有在做环差的评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是 环差是轨道是在这个上面 结果他把它移进来 他都没有送环差 那而且我们也有查到 行政院那时候在103年的时候 有跟他 含一个交通部 就含他们这个东西有变动 要根据环保署的 好像是16条条要重做环平 结果他没有做 他就直接把他 当做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就直接这样子做 说这个是稍微偏移一下而已 不需要重做环差 所以那天我们在 陈嘉华立委的部分 跟我们陈嘉华讲说 你这个东西你移动 你为什么没有做环差评估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跟 这个距离太近 然后这个的 然后再来更重就是 那弯进去以后 会站到我们这一块 就是土城国小的围墙 那而且这一块的围墙 他本身来讲 他自己本身所做的 那个噪音的评估来讲 这个已经达到直线的部分 他已经达到已经有80分倍的那个噪音量 他而且他竟然又在这个地方关 他 您这个学校 他竟然把这个土城国小的噪音值 把它拿掉 他不去做他的噪音评估 变成这一块的部分 他而且施工以后 本身这个围墙会动到 将近有7根围墙在这个位置 然后所造成的 小朋友在这边上课的部分 那个噪音的讲 他们这一块又没有做那个隔音墙 都没有做隔音墙 所以我们不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他这个的 这个的重要性就是说 他们原先的评估就是在金城路上 但是忽然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哪一个 把他施工的部分把它挖下来 但是我相信 我那时候就指望他说 工展板的部分 他工展板 当初工展板的部分 还是在 工展板 他有画工展板 原先的工展板 他还是在金城路上 结果他忽然就把他本身 就把他弯进来 然后弯进 就这样这样子 他本来工展板的部分 是在这个位置 结果他还是把他弯进来 而且都没有跟社区都 跟我们沟通都完全没有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后来他画了行政专区以后 我们才发觉他这个美其名说是行政专区 行政专区 这边他也有选境界 他这个是轨道的境界的范围 但是他在整个行政专区 他这个完全没有去扣掉他 然后再来工研的部分 你看他工研的部分 他进来 因为我们的工研有三棵百年的老树 四棵百年的老树 而且现在已经都被点红点了 这些四棵百年的老树 然后还有一棵本身 这个是原生种的含孝 台湾原生种的含孝也会被拆除掉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 两个人环抱的那一个风箱 结果这个为了这个行政专区以后 这些的老树全部不见了 而且这个老树的下面 这个老树的下面本身有三个环空洞 就是我们只要我们土城在地人都知道 那一个是一个我们 小时候真的是一个玩伴的地方 结果他现在为了一个行政专区 然后一个开发 把我们整个 这个公园就是我们每一个公园 一直在 时常就是我们在玩的地方 他把我们完全被掉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 现在的建设 为什么一直都要找公园 破坏公园再使用 而不是说我们尽量人不去破坏 我发觉其实 我们新北市的 真的 市容越来越丑 你去看 是要每一个 都说你是为了交通的便利 结果你看每一个敦注的部分 都是一条一条一条的 你看台北市的部分来讲 台北市他们都走地下 包括高架 他们都一直在拆 人行道都一直在拆 你看台北市现在越来越少的 本身的高架 跟那一个敦注 但是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们的新北市 真的你去看 你只要去 新北市比较繁荣的地方 每一个看 我坐在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那个 那个 怎么讲 那个 那个混泥土水泥柱的 城市 不是一个 亲和性的一个城市 来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好 那个什么 那个 可以开灯好了 好 我也是那个 土城五号公园社区的 支救会的 然后其实我们的公园 那个大灯可以开吗 我们其实 我们其实整个公园 不是只有这个 所谓的金城公园 还有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土城的大庙 叫做神龙宫 它是一个 已经两百年的庙 然后后面这个 后面 后面跟旁边这边就是 都有那个百年老树 都在这边 然后这个 其实这些土地跟这个 土号公园 金城公园 其实是之前是跟我们 我们姓鲁嘛 我们家族征收的 然后现在因为超过三十年 所以他就要把它全部毁掉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然后这个后面这些土地 也是我以前我的先祖 他们捐赠的 然后这个已经 这么多年的 尤其这个有四棵老树 是排在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新北市那个什么 列管的 列管百年老树 结果他们现在也都点上 点上那个红点 这边都点上红点了 这边也是几乎都点上红点了 然后就是刚刚我们 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 陈先生 黄先生有提到 他现在 弯进 他本来 本来是 那个轨道是在金城路上 从九十几年到一百零六年之前 终于是在金城路上 结果一百零六年 他们不知道是被石头打到还是怎样 他就把那个弯进来 然后弯进来 完全都没有告知 对我们影响这么大 我们是住在这 我们社区是在这边 然后F洞 跟他的轨道才差四公尺 请问一下四公尺 你叫人家怎么生活 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对我们影响这么大 他完全 因为他可能就照他们讲 他们都服了程序啊 可是我完全无法理解 一个政府 他把这个轨道弯进来 破坏工业不打井哦 会影响周遭居民这么生活 这么严重的 我们的 我们的房子都已经超过三十年了 之前他们在做那个板南线的时候 我们的房子已经有裂痕了 那现在更何况 我们已经三十年了 那时候还比较早嘛 十几二十年前 三十年了 请问一下他打下去 我们还得了吗 然后以后 以后就是我们黄先生有说 他前面那一站 当然他是地下化 因为他没有抗承 然后地下化上来 他是不是要加速嘛 加速到这里的时候 他是不是 可能要停一下 或是减速 而且他又是刚渴的 请问一下 每天到你教人家要怎么生活 然后十二点之后还要洗轨道 洗轨道有低频 然后更吵 然后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政府做事情可以这么粗糙 不是都教我们说 政府那些公务员 是要为人民做事的吗 那为人民做事怎么是这样子 完全没有着想 然后他们说有加什么 我们这边这一段有加什么 什么隔音罩 隔音罩我们当然也知道 没什么鸟用嘛 对不对 他们都说什么隔音啊 什么隔音什么鸟用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最可恶的是 这边这一段是土城国小 土城国小他们把那个 他的围墙啊 全部都会 都会去占用到 然后 然后呢 我觉得他们最该死的部分是 学校 他竟然没有要帮他们加隔音 那个没什么鸟用的隔音罩 我没有办法理解 小学生不是还在发育吗 那些台北市政府捷运局的 他们到底是怎么搞的 他们觉得他们 他们是规划单位 然后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什么线 要想要怎么画就怎么画 然后都不管我们新北市居民的死活 我没有办法理解 他们 然后那个什么 那天我们那个 因为我们潘安江他们 有来跟我们支援嘛 然后他们比较理解 那个什么 比较了解那些法令的东西 他就说 新北市政府竟然自己去年 还是什么时候通过一个 新北市自治法的那个什么 然后把 医院跟小学 本来应该要在列二级的那个什么 噪音管制的 他把这两个拿掉 所以他进来 所以他就土整过墙 他就把他当作是 都没你 没你 没你 帖子就对了 你说我们住宅 他还是在列代二级嘛 还有帮我们家那个 没什么 两用的那个 你知道 小学完全没有哦 完全没有家耶 我真的无法理解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办 我是真心觉得他们 真的是非常可恶啦 然后 然后就把这些全部都要毁掉嘛 毁掉他现在都一直要把那个 为什么我们刚刚王先生会一直讲 那个专区的案子 其实那两个案子就是要合在一起看 合在一起看的结果就是 他们现在一直说他们的捷运 捷运这个案子只会占用到我们三分之一 只会占用到前面 错了 其实他们工程一开始 他就会把我们的全部都 都产平掉嘛 然后那个什么 然后那个什么 公园 就是那个什么 这是神龙宫嘛 神龙宫后面本来这边全部都是那个什么 全部都是树啊 他也都全部都点了 然后那旁边还要开一个12米的道路 那等于那个 那四棵 那四棵 那个百年老树 还有那一棵 原生种的那个 那个含啸 全部都会被铲掉 所以这是我们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站出来啊 然后这里 这里就是 为什么他会一直在讲 他们这么大 我们现在行政单位 全部都集中在这里 其实我们已经办公很方便了 结果他们现在就一直说什么 要什么 捷运到哪里啊 捷运 然后他们就是要共购 然后这样子 把它集中才会很便利我们 我不觉得一定要什么 全部都集中在那里就便利啊 我们明明在这里也很便利啊 然后他就是要把这些 全部都移到 移到公园来 挤在这里面 然后把这一大片 全部都给建商 盖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住宅大楼 盖那个什么 那个豪宅嘛 有道理吗 建商发大财吗 而且他的行政中 行政专区的部分 有没有 行政专区他现在盖新的 只增加多少总楼地板面积吗 只增加一千一百坪总楼地板面积 其他一万三千多坪的 全部送给建商 全部送给建商 是 这是我觉得这部分也是 我觉得 政府他当然是他的土地 他的土地他派发没有错 可是我们是纳罪医务人 我们就有权利去对他的那个 是不是必要性合理性 去提出质疑吗 我们觉得 你要是说你那个轨道 你不要弯进来 你就还是直的 你也不会去吵到那个什么 小学嘛 然后呢 你这个公园这边也可以保留啊 那你这两栋好了 你脚要带 其实你这两块 不会被捷运去 去把他那个什么 去破坏掉的话 你就够了嘛 那你这边还可以去运用嘛 他其实给建商盖 他TOD就是说 建商帮你盖 然后政府不用出钱 问题是盖这两栋 他其实只要20亿嘛 那20亿 那你这大片的土地 就要送给建商 有道理吗 不是真的觉得没有道理 你20亿 没有办法编预算或是什么 然后现在你也可以去 去所谓的去跟银行贷款嘛 那你其实你就算你这边 你自己再带起来再去卖 其实都一定还得出来 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给建商贷 然后什么 这么大片土地全部都给建商 然后还帮建商赚 他们可以获利23亿 就是这样 这个获利23亿是他们自己政府换算的 对 这些资料都是我们要换算的 而且他也是换算本身政府 他那个建商的利润来讲 每亭有15万6的利润 所以他总共这个金费造价起来是69亿 那如果扣掉他给我们建筑的本身来讲 20亿来讲 然后他自己盖这个山洞的住宅的话 总共我们扣掉他还有23亿的利润 对 我是真的觉得没有道理 因为这个真的是说不过 大家看就这样 你说这大片全部都要给建商贴大楼 大家有办法这么多 谢谢今天我们这个协会 有让我们有机会来这样子的一个发表 因为我们真的是 就像跟车子塔那个 一样 我们真的是素人 因为我们是去年才临时发现到 而且都没有跟我们沟通 谢谢 而且我们真的很无助 真的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看守组成台湾协会 分享他们的 短期间就面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 后面还有三个短题 三个短题要报告 所以实际上如果到12点的话呢 其实有45分钟大概就不够了 那这45分钟 如果从11点15分开始就够了 那11点15分之前呢 我们看看是要先请徐老师跟大家聊 还是说大家都可以留到下午 用一点的时间 我们来做中文讨论 叫做请徐老师跟大家解题 方徐老师需要时间回应他们 老师要 他们抓到重点 我们徐老师下午有空留下来做座谈 可以可以可以 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 下午可以可以 下午可以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按照讯讯 接下来呢 要不要讯息 我先打算一下 我先问两个问题 设施岛发现的进度到哪里 我们只剩一个环庭 我们上个月2月27号的话 谢谢徐老师帮我们开了计则会 信不信欢迎 我们议划没有过 议划没有过 议划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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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那个 那从事成的进度到哪里 现在已经 那个什么 第四次的 第四次的内政部 专案小组会议 我们议划当中都还没有开始 没有 它只要再两次就可以通过了 因为它是六次的情况 对 时间的 调不得是规格位 因为一当年 人家就要趴包动风 还有一年多 对 那我就跟这两次 谢谢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看我们就按照顺序 就把前头呢 各个分享的时间把它处理完 那后面呢 你吃饭时间还有多少 我们其实就可以开始做综合座谈 好不好 甚至如果方便的话 综合座谈我们延后 然后今天的时程 也许可以提前 大家更方便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 关怀生命协会的林维任 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议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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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食 生育管法治法 好 大家好 我們這邊是公安生命協會 如果因為比較菜 所以就坐在這邊看書店資料 跟大家分享這個議題 其實公安生命協會 就是一個動靶團體 那我們以前大家知道動物的分類大致上 就是跟人的關係會分成五種 就是狗狗貓貓同伴動物 然後野生動物 然後還有我們每天可能很多人 會使用肉類的經濟動物實驗 然後做實驗動物 最後有一個是展演動物 他會去可能動物園或是一些農場 狗狗農場看到的一些動物 那過去幾年 那個中心大哥 還在我們公安政府協會的時候 也帶我們在這個NGO會議裡面 就是針對許多的議題進行一些託 那時候大家都是聚焦在這個 同伴跟野生的部分 對 然後現在就是中心大哥 出去這個 中華物行政監督聯盟 繼續有在就是關心同伴跟野生的部分 所以今年我們關懷所提出的議題 就會跟往年比較不一樣 所以是走經濟動物的部分 這樣子 那剛好又是呼應到這個全球的暖化的問題 那NGO會議其實今年的那個題目也是 就是全球暖化危機 那我們要來行動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就發現那個畜牧產業 其實對於動物保護 或者是對於環境 都有很大的一些衝擊 那先從動物保護的層面切進去好了 像是這個我們的動物保護哲學家 那就是一個跟Tom Vigan 在談這個動物權利的時候 都覺得說這個 一個覺得動物它會痛苦 所以它跟我們應該有一些 同樣的價值權分 它需要有一些權利在 那第一個是覺得說動物本身 它這個生命體就具有 它所謂的權利的極限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尊重動物 所以我們協會就一定在倡導這個所謂動物權的部分 那另一個是環境的部分 環境就其實現在全球的去物業 總共大家平均啦 就是飼養了700億隻的動物 那沾掉了全球30%的土地 那用掉了16%的蛋水 那大概全球所生產的一些植物 就是所謂糧食的部分 會有30%是屬於比較粗糙的那種 它會拿去去物業去擁養這些動物 那這些動物的飼養 我們平常就知道幾株牛羊 它會排放大概18%的溫室氣體出來 可以說是現在這個 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量 那所以關懷今年就是要走這個 蘇食的部分 那我們去研究一下這個蘇食過去可能大家做過什麼 像我們2008年的時候 這個行政院的環保署 就發布一個減能減碳的五百措施全民行動方案 然後十大措施裡面其中有一項是 就是希望大家多吃蔬食少吃肉這樣子 那不過因為這個只是一個方案 所以基本上就是那時候 通家許多單位簽組之後就放著 也沒有一個自己的措施出來 那一直到2009的時候 我們台灣有一個就是週一五週日的推廣協會 那它就推廣大家就是每週 尤其是星期一的時候來吃素 這樣子 那也後來因為有立法院做了一個臨時提案 所以教育部也就響應了 有發公文給這個學校說 我希望大家提供營養午餐的時候 在週一可以提供宿食或宿食這樣子 那許多學校那時候想應了一直持續到現在 就是有蠻多的比例的學校都有 就是持續的做這個週一步驟這樣子的一個方案 那不過當然我們在調查的時候也發現 學校就算做了一些措施 學生買不買贊是一回事 因為大家發現說其實 蔬食對於學校所發包的這些統一廠商 他們通常是比較專業做婚食的部分 所以做出來的蔬食就會變得非常的 怎麼講 平淡無為或無趣 那一天學生所剩下的儲蓄量 會是最大的 所以這可能是我們其中一個想要推論 就是幫按摩需要去解決這種過程 就是讓休息品質的提升 那 而縱觀就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 義大利的錄林執長曾經就是說他要打交舒適程式 那2017的時候德國環境部長也發布說 在環境部裡面就是如果你要宴會 宴請客人的時候 那必須要提供舒適這樣子 那所以呢 照了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就是想說有兩條比較明確的 就是解決的辦法或是建議給政府 那就會在我們今年的環境會議提出這樣 第一個是史農教育法目前是一個草案的部分 那他就是希望可以連結這個我們全民的飲食跟他的食物生產端的這樣子的一個結合 讓大家可以了解說食物從哪裡來 那會關心到作為食物所生產的這個可能環境或者是他食安的問題 那我們可能會希望在這個教育法的立法裡面去做一些就是修改 那讓這個立法能夠更不見做舒適的重要性 那我們可能也會在營養師法或是每日的這個飲食指南手冊裡面也希望出現那個舒適 那第二個解決辦法會是就是希望政府在舉辦宴席的時候能夠像剛剛提到的德國環境部這樣子處理 就是會以舒適為重 反正我們沒辦法一次就是調很高的說就是驗客一定要舒適 但是我們可以現在去提升他的比例 那為了這個驗請的事情我們大家也去了解一下那個總統在舉辦國驗的時候他的食物分配比例 我們發現說他的八道菜裡面總共有五道裡面是具有這個動物性的這個食物 所以我們也是認為說這樣子可能還是過高或者是在有為這個我們每日健康這個飲食自然的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總統可以在國驗的時候就把他的那個分食比例下降 舒適比例提高或者是舉辦一次舒適作驗讓就是達到一個表率然後跟文宣導這個舒適的夢妖性 大概以上是冒懷在今年就會提出的議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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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妹妹請問一下 那你們協會裡面的人是有吃素食嗎 我們協會 吃婚食的比例嗎 吃婚食的比例 其實目前是一半一半 因為你很難去吃 所以啊 所以我說實在的啦 假如說自己都沒有辦法吃不吃婚食 那一直要求沒有我覺得這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比較估計說服力啦 因為我常常看到是這樣的情形啊 就是所謂的愛護動物的人啊 結果他也不是吃婚 那其實他姑且只能說是愛護同物而不是愛護動物 因為他還是照樣吃其他動物的肉嘛 謝謝 我特別也就是 我跟妳說 目前攝子島三百零六公頃 有一百七十公頃是能力在種植花葉 植花葉是攝子島一個健康主菜 主要的蔬菜 主要的種植農作物 所以你如果有家庭去找個團塊 那你可以做一種什麼官方同情的 抱歉喔 我必須提出來一下 我每次聽到那個食慾法 我就毛骨手 我常常講說 如果你要提食慾法 我就提性慾法 因為現在大家那種心慾都不生小孩 要提上性慾 我覺得那問題更嚴重 台灣的卷子結束 我覺得這種東西喔 我很怕我們去立法 結果限制人民的選擇權跟他的自由 是啊 那你可以鼓勵可以去超過吃素 我也大部分吃素 但是我不覺得說 就是說每個人是他的喜好 只要你不要去吃什麼 魚刺啊 什麼犀牛角啊 這些保育類的動物 你來過來幫忙補充啦 另外另外再強調一點 就是不是只有畜牧業的甲烷 稻田的甲烷非常非常大 我想還有一點我要特別強調 在台灣喔 我希望大家不要在這邊 一直限縮每個人的自由 今天最大的污染 最大的破壞者是政府 結果不斷地限縮我們的人民的自由 給政府無限大的自由 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事情 我不好意思 我必須要打岔 我來幫他補充啦 因為這個是 因為我們每個NGO很多人 有關心性別 物理土地 那NGO有一部分是跟動保一關 那他們當然是尊重生命 那剛剛你注意看他這個解決的辦法裡面 他沒有要限制各位的自由 他只是覺得說 那麼這個蔬食 他可能是解決全球暖化的一部分 而且我們台灣也是全世界吃素最高的 在全世界比例蠻高的 而且蔬食其實是有異能力的 所以他們希望說 透過這個法治化 讓從事這個羽翼的人 有更有友善的生存空間 還有能夠讓更多人能夠來推廣 所以你們要看上誰 因為這個議題我其實 是啦 我沒有去挑戰他 沒有 我上一次 我管講 因為上次這個東西在出去之後 很多人都以為說 我們是要立法吃素不是這個 這就是說 你要看清楚人家在說什麼 可是我只是誠心的建議 就是說他們在推廣這些事情 一直叫別人不要吃肉 不要那個 那他們自己是不是也先不吃嗎 不是 你不要看 就是說 多吃 他是鼓勵 他是鼓勵 他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沒有 我本身吃素還好 並不是說我愛吃肉 然後一直跟他吃肉 比如說我們很簡單 我們動保裡面 就有野保跟同伴 你同伴動物的人 就不喜歡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就不喜歡同伴動物 這個東西就是要對話 如果你不對話的時候 很多時候一些資訊 就會產生很大的落差 就像說他們在這 各位裡面碰到的土地問題裡面 就會有贊成方 反對方跟重力方 那我們既然主張是要保留的 保留我們的任何的論述 也不能夠刺激反對方 我們應該把反對 重力的盡量拉到我們這邊來 反對的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對我們 所以說是在運動裡面 我們在用詞上也所說要特別注意 當然某些時候的抗爭 情緒性的癱瘓也是需要的 但是在策略上 這個東西都要互相注意 因為你在運動 就要更多有地方 站在我這裡面 OK 我幫你幫 我就幫忙做這個補充 OK 那對不起我再查一下 大哥在這邊講到 測試島地瓜 好 野農地是170公頃 然後現在目前的狀況是這樣子 但是市府未來的規劃 我剛剛有提到105年106年 兩年跟做醫院部調查對不對 好 那這個規劃調查之後 規劃只剩2.45公頃 大家聽一下 未來只剩2.45公頃的農地 等一下 我只是要補充這一點 這一點 目前170公頃 未來是2.45公頃這樣子 所以對光環在推這個書時 可能要很注意 因為大家都會誤以為我們要很亮 這個運動上可能要再注意一下 潘老師在哪裡 好 謝謝光環學院學會 OK 那接下來就是 董燕在立聯盟跟大家分享 搶救大門寶教 請 Express 營養 閉ет 對 民間 詞曲 李宗盛 你可能把它改成策定或簽 這樣可能就這樣 大家可以把它加入 之後可能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在那邊討論 因為裡面的議題都是 很激動 那這個平台有助於資訊 快速流通 如果在裡面 現在的群組都很多 我們就只能關注議題 不要再扯一些長輩出來 對啦 失信太多 因為教授在裡面 我們有問題嘛 這樣問就可以得到答案 您幫我加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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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嗎 叫滑鼠 我有滑鼠 你有滑鼠 你有滑鼠 有滑鼠 有滑鼠 大蘭藻礁在桃園的海岸 那全世界呢 到處可以看到 生物礁的是山谷礁 而藻礁是非常的稀少 所以桃園有27公里連綿的藻礁呢 是非常珍貴的 可是因為呢 它稀少 所以國際的文獻反而很少 那桃園的27公里藻礁 又因為桃園是全台灣 經濟發展 就是工廠最多的一個身份 所以 所以 自己的污染非常的嚴重 那污染嚴重了之後呢 就根本連當地的人 也都不再關心了 所以 我們的政府的建設呢 就這樣 噹噹噹噹噹噹就進來了 那 那我們今天要搶救的大蘭藻礁呢 就是它已經面臨了一個 很嚴重的 而且是所謂國家 國家重大建設這樣的一個破壞 那現在大蘭藻礁呢 其實它有保育了的動物 比如說像這個 叫做柴山多貝孔山 它是保育類的動物 對 它是保育類的動物 那我們也在去年的二月 發現到這裡有白海豚 白海豚全世界現在只剩下大約五十隻 白海豚會轉彎 是 是 他們都希望白海豚轉彎 不會影響到他們的 不是那一隻 對 然後 右邊這兩隻 叫做裸胸蟲 就是 這裡如果有蠻魚代表 就像我們在非洲看到 獅子龍 他是生態系裡面的最頂尖消費者 可以有這樣的消費者 大量存在代表它的生態系 非常穩定而且健康 所以被污染這麼多年 然後還可以有這樣的生態系 可以證明這個地方呢 是非常值得我們保育的 那生態是一部分 在地質上面呢 他有更高的那一種 科學上的價值 他可以從他的地層的結構裡面呢 去看到我們整個 不管是生物的發展歷史 還包括人類這些足跡可能影響的 相關的歷史方面都在這裡 那麼 我們認為這個聯邦寺 應該好好保護的 可是呢 我們的政府呢 他們就用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說第三天人去接收證 一定要蓋在這裡 沒關係 那我就用這個人去點 可以 他們說要非格家園 我也承認 我也希望非格家園 那可以 那就不用了 然後他們說 要空污減碳 因為燃煤電廠會製造很多的 有毒的物質 尤其他的碳排放也非常的多 所以空污減碳 那將來要用再生能源來取代這些 可是再生能源沒有辦法很快就上來 對 那這個過渡期他說要用天然氣電廠 好 那天然氣電廠 我們 我們桃園大潭電廠就是天然氣電廠 他要把大潭電廠變成全世界最大的電廠 因為急嘛 就只好急就張 那本來電廠應該是越小越分散越好 那現在不得不 那他說既然大潭電廠要過增產能 那就在附近做天然氣接收站就好了 好 所以這就是他們說 各位看到 時程因為2022年7月大潭電廠呢 他的8號機率要運轉 那觀塘工業區因為早年就曾經做過環評 可以節省這個時間 所以這裡是唯一的方案 又沒有別的方案 那我們說如果這個方案 因為環評不過怎麼辦 他們也不說有替代方案 這是很奇怪的國家建設 那實際上我們回頭去找了很多的歷史資料 才發現到大潭是所有接收站裡面最差的產品 這個是張紫元民國在民國84年 那是中油董事長他就說 本來東鼎公司有找他們合作 一起開發這個接收站 但是中油評估這個大潭的海象不佳 潮叉過蕩 天然氣操作的日數太轉 他們認為這裡不適合做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就沒有跟東鼎合作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整個台灣西海岸 台灣海峽的部分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跟大陸之間的距離最近 所以東北季風從這裡灌進來 在這裡會形成一個愛口 這個愛口會是風力最強 所以確實是不適合做的 天然氣接收站的地方 中興大學的莊秉潔教授 他的爸爸就是東鼎公司當年 在這裡做天然氣接收站 這些相關評估的一個工程師 所以他把相關的資料這些告訴我們 他特別強調這個地方 不適合做天然氣接收站 但是呢 我們的政府還是堅持要做 我們也從天然氣橋接的這個過程來看 各位看到的所謂的天然氣電廠是橘紅色的 現在因為上面 對不起 因為上面這個地方這個是核電 核電將來到了2025年就要完全收拾 然後你也看到最下面的藍色這個是煤電廠 燃煤電廠 因為空污太嚴重 將來也會慢慢的減少 慢慢的減少 好 那什麼會增加 你看到的上面的綠色的 將來會大量的增加 那個就是綠色能源 那有一個替代的就是天然氣 各位看到的這個天然氣 現在會需要去取代剛才的所謂的 就是核能和燃煤 好 到了2030年可能會是最高的需求 可是之後它是一路的 因為再生能源大量的擴充了之後 它就要縮小到甚至2045年之後 它就會比現在還要少 所以我們看到天然氣的需求 其實是過渡性的 如果為了2030年過渡性的需求 把我們7600年的藻礁破壞掉 可以這樣做嗎 我們也發現其實經濟部提供的 天然氣的需求來說 他說觀塘要做每年600萬公噸的天然氣 可是根據他們自己已經有的永安接收站 和台中接收站 他們累積下來包括將來台電要做 台中和協和第四第五天然氣接收站 他們到2025年的時候其實是可以到 3270萬公噸 扣掉觀塘的600還有2600萬公噸 比全國的需求還多啊 不是不夠啊 可是他們還是要買 他們說 哎呀現在各國的趨勢呢 都是天然氣的那個儲量 就是他的使用量呢 大概都在60%以下 所以我們72%已經很少 算是很嚴重了 可是我們現在實際上是多少 像去年我們甚至已經用到109% 109% 那就表示呢 你根本沒有必要去寬鬆到72% 你只要夠了就可以 所以現有的能力都有辦法處理 但是他們不願意 那其實最好的場子是台北港 如果台北港做起來的話呢 北邊的台電的協和電廠和大蘭電廠 都會做天然氣電廠 它兩邊公書其實最方便 而台北港外圍都已經有填海照路的 現成的基地 可是他們就一大地找理 就說不行不行 然後說台北人一定會反對 那我們觀音人就不反對嗎 我們桃園人就贊成嗎 很奇怪喔 台北港如果做的話 大概會離明宅三公里以上 大潭這裡做 離明宅一公里而已 那我們也發現到工業港開發的嚴重性 他們在去前年的10月8號環瓶通過了之後 他就一再跟全國人民報告 我們已經把工業區從232公頃縮小到剩下23公頃 只剩下十分之一 所以對藻礁的影響很小 這個是一個詐騙的手法 因為這一次省的環瓶省的不是工業區 是工業港 也就是工業區上面可能是做除草啦什麼 這些除草需要有船引進來 然後去洩收那些電源器 那個工業港從2000年通過了之後 一直都沒有動工 所以他必須做環線差 那既然是以工業港為主的環線差 那工業港有沒有改變 完全沒改變 下面要挖掉300公頃的藻礁 但是他就說我們工業區已經縮小到剩下23公頃 而且是原來就已經填好的地方了 所以對藻礁沒有影響 那我們再看這一張圖就可以知道 將來那個船會從那裡進來回轉池 然後有許多地方就要填海照路 然後他要做非常大的海堤 因為東北季風時代太強 那個海堤不見高不見穩定的 是沒有辦法擋住海風 所以下面包括要挖的 包括要做海堤這一些什麼填海照路 總共至少破壞300公頃的藻礁 那破壞之後的影響我就不多說了 如果開發有正當性 他不必揹手環平 前年的7月3號 專案小組已經很明確地把結論寫出來說 如果你港灣做了 對於這裡的藻礁和珊瑚礁都會有嚴重的影響 所以退回不准開發 可是我們就發現到賴清德那個時候是我們的何奎 他就在對媒體公開地表示 我們要力拚九月前環平過關 對 所以就在十三天裡面開了三次環平大會 造成環平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那一天我們的前署長詹順貴因此下台 副署長 對 那這些都是非常讓人痛心的事情 可是政治人物其實是有承諾過的 我們的市長在2014年還沒有當選之前 就來承諾他說他希望我們桃園縣沿海的地區 自然的地景能夠通通指定為 暫定自然保留區 那一次他來聲援我們的記者會 那個地方挖的藻礁是你看去也不太像藻礁 它上面是沙子 是被挖了之後才發現下面有藻礁 而現在的大潭是你一看去就是一片遼闊的藻礁 這是鄭文燦背信挖 然後我也要跟大家很遺憾的說 我們的總統也曾經來到我們的藻礁 他親自簽名寫下藻礁永存四個字 但是因為非核家園就是他期待要達成的目標 可是他在2018年我和NGOS一起這些代表進去的時候呢 他答應我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他說如果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會危害藻礁生態 我們也不會貿然進行這個選項 這是環保署的官方資料回覆 是說當天總統有這個回應 第二個回應是說關於召開聽證會 對 我們會研究可行性 結果呢 聽證會沒有開 他只有環保署找一些專家開了 然後呢 我們的經濟部也回應我們說 環保署已經開了專家會議 已經充分讓大家發言了 所以聽證會不必開 他們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誤解總統的美意 那剛才大家也看到了 實際上是要破壞300公頃的藻礁 我們就想要請問 如果為了進行這個 我們認為不是很正當的開發案 最後我們的總統要背負藻礁千年殺 就是世紀殺手的罪名 我們能接受嗎 小英總統願意接受嗎 小英總統到底知不知道 現在藻礁要破壞300公頃以上呢 這個是我們非常擔心的事 所以我們現在再努力一件事 如果現在讓這個地方呢 馬上用文資法的自然地景審議 只要啟動這個審議程序 就好像這裡突然工程進行中發現到有古蹟 你就把它審為暫定自然古蹟 暫定就好還必要宣布是 你只要有半年或者再延長半年這樣 去審定它它就馬上可以停工 所以這是我們認為目前可以做的 最有效而急迫的事情 那這是相關的一些法令 這是相關法令 那我就跳過去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學者啦 律師這些人在幫我們忙 包括很多的民眾 那現在我們正在進行行政訴訟 那我們也持續的開記者會 繼續凸顯這個問題 但是我要再強調最急迫的就是 我們希望這個是我們的解決的辦法 請中央保育機關台委會 立即啟動文資法的自然地景審議 才能讓大南草礁逃離五口 那這個表格跟剛才 在關懷生命協會的這個表格格式是一樣的 那也就是我們等一下各個團體呢 你們的相關議題呢 也要把你的議題用這樣的方式把它列出來 到時候傳給月宏姐 我們會一起彙整給這個環境的平台 那我們希望我們大南草礁能保護 因為草礁同時也是一個叫做固碳的功能 一個綠營叫做藍色生態系 那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會石油啊 煤啊 這些一直燒了然後造成溫室效應 但是草礁卻是把那些碳呢 把它固化存在它的礁體裡面 所以它是固碳英雄 它是我們下一代的守護者 所以賢民的政府應該是要把它留下來 我們也期待我們全民 一起來努力把這個留下來 好 謝謝大家 那最後呢我們就請劉曉波 智能人為生態協會呢 許理事長來跟我們分享他的經驗 請劉曉波 來了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名人 他就是溫宝齊協會的 過去他們競爭很多年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沒關係 沒關係 還不一樣 不是沒關係 破千 聽眾他今天主要讓任務師要主辦給我們 你能探討 不過他的經驗也是在那裡 破千 好 我們用熱帶掌聲來歡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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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比較慢打 我現在要講的 其實我 啊 我 我告訴你 我 我告訴你馬人馬出名 我們是哪個家人生的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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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 我現在是沒有證實 但是我十幾年來 因為我告訴你 我的港門 董祖錫教授 蔡教授 全身貴的家 他就在家裡 所以我後來會一直站出來 可是我好像有站出來十多年 我覺得台灣 台灣都沒有改革 現在 清授的方法 還在以前的東方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要麻人 我經常說 要麻人哪有意義 但是要共產 哪有意義 我告訴你 當初 郭明東是 說過 前面 但是他家家 他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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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民進黨 台灣也這樣 很好 讓你台灣這樣 哥çek 我覺得他以前更有展公 我當時 我常常說 其實 照你講 你在前面之爭 它加 那是土地爭議 所以現在 我的感覺就是說 當初我們大家都希望說 台灣這個政策真是不公平的事情 應該要改 但是以前你說 我們都沒有 我們沒有夠人 我們沒辦法改 但是現在你有夠人 你有改 還是不改 但是我會說 正常我經常很幸福的事實所說 區段政策是歐盡的 大家都覺得區段政策很開心 但是我現在要說的 就是我自己看到 那是高鐵 高鐵的公務那些土地 那些土地以前是 後來也在比賽美的最好的美 但是現在說的 要做個地方你修外 但是他修幾個百貨 但是我還要說 這個政策案 這個區段政策當初 如果是有人賣的 但是大家都說 很好啦 你的殘忍 健康你很好 但是今年一開始之後 那些人就等於 低低歲才會安靜 所以我覺得政府很恐慌就是說 我當初這個土地 我給你清洗的時候 一瓶 三瓶 這都一瓶 但是他每年都會貼 他現在去的時候 一年跟你貼多少 那他的瓶子 都是他自己的 所以要貼多少就貼了 所以本來一萬 要把土地都清洗好了 噴土地的時候 可能一瓶一瓶五萬 還是十萬 但是你總共一萬 所以你現在不能噴四十萬 你才能噴 反正就是 減很多人 那就是說 但是現在這些人 他們那些土地 如果是 現在 其實人家了解台灣 現在的人越來越多 我們爭到現在 老爺 死了 感覺出了很多 但是那家裡又要 但是那家裡又要 那家裡又要 但是 我還沒說 那些土地 那些建庭 那些老闆 其實我們現在去 那些土地 但是政府就很辛苦 所以我常常說政府做勞煞 就是說 我覺得我的感覺 我不太擔心 那些事 我常常勉強 你知道嗎 我常常說 你財政要來 你直接告訴我嗎 你財政要來告訴我 我可以看一個 新的 台資電要來 他就說 台資電 台資電說 這不是我們的事情 這是政府的事情 但是今天是要來 你大冠軍 他說 但是我覺得 台灣現在不是只有 去冠軍 不是只有我們這個農民 那些肉絲 你工程 穿我那些人 你工程穿我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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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 我會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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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政府也做勞煞 比誰都勞煞 那你 不好意思 不是我現在就是說 你台南要來 你直接要跟我說 你為什麼都要 警戒政府做法庭 所以你現在台南 第二冠軍還是什麼 會 會說錢 他都會在那裡 但是政府 他會說 我經常要來 我都要做 反正那些名義 都在他們下 但是我的看法 就是說 我不是 我不是反對電影建設 我不是說 反對電影反應 但是我覺得 應該有一個機子 像我整四人住在那裡 你現在幫我收 要叫我給別人 我這個人 你負責我的錢 我連買一間房子 買換一間房子就沒有了 我又重新開始 那些公事還對我來說 對大家來說 都說 我來看完 我常常說 我們吃飯條養 這是我的事情 我在這裡做 我就是在這裡生存 我在這裡住這麼多 幾個台南 我常常說 我以前不是說 我人家說 你們從來要考慮論文嗎 你們不要來講 要求一個文 你要我們的土地 就說我們土地不好 不好是我們家的事情 自己的意思 對 我以前也是我家的事情 跟你們這裡有什麼關係 但是你們要來 你們就說 我要跟你們照顧 但是你跟我們照顧 其實我要重新開心 你的人生 我現在說五十幾個 我重新開心 我還算什麼 我以前八名 所以我對土地的情緒 所以說是 我會騎台 作詞這點 我會覺得 這個問題 沒有辦法照顧我 但是你不可以把你的財產 我常常說 你今天收的這個人 可能要 有的人要自殺 要死 但是你財產沒有欠這些錢 你們還可以等我 你們都欠那麼多 所以我一直覺得 真的 台灣的土地情緒 到一些家的情緒 這樣說 我很困難 我這個人不會 但是我覺得 他們情緒不看 我只說 這個人為什麼 給日本人管 還有國民黨 還給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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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們台灣其實還算什麼 我們民主想 所以 說起來 我也不知道 但是 我現在說 現在台灣很多土地情緒 其實我現在很外出 我現在出來很爛 我覺得 我沒有人在那裡 我現在覺得 我去空氣 我看到現在的空氣 更恐怖就是 我剛才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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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民進黨 如果他控氣出身 你是怎樣 你現在對這個八十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對 我是覺得 因為我在民進黨 我只能說 我剛才看見 如果要好命的文 就去採 但是我覺得 我所看的 跟我們沒有 我們台灣這麼多人 我覺得 如果需要這麼多 但是 你民進都沒有 所以 從大坡 採收後 你們說 土地採 大坡 要從這裡 很奇怪 你在哪裡 土地爭議是什麼 我覺得 你們 大人做的 你們來去 你們來去 你們都土地爭議 你們站起來 你們說 那是算什麼 現在那個民族 叫民進黨 再解釋 我們就解釋什麼 我聽到很刺耳 所以 我 他覺得 台灣土地這麼好 我經常 他覺得 我的看法 早上還有一個朋友 他找我 他是民進黨 但是 我經常這樣說 什麼黨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是覺得 那些人解釋 他都說 那些人解釋 那些人解釋 我就解釋 他說 其實這樣 都不一樣 台灣比較生死 我們要出國 沒什麼 我跟他們說 說 我們出國 我們去哪裡 台灣都在晚上都出 但是台灣不是 台灣12點 我跟他們說 我如果在哪裡 我台北地 我才能打水 兩點 我如果給你停 因為我覺得台灣 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但是你看 到外面 你看這些人 我經常這樣說 你別到這些人 其實不太多 是誰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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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 大家可以 當中東 為台灣這個土地 大家都好 但是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 當年紀錄 我經常這樣說 大家都死了 要本來 我們瘋了 沒有 所以我覺得 就是 賺錢大家都可以 如果他們說 我們每個人都打 平常這月 會 我說 我說 我跟他們說 這月會 我很感興 就是說 那時候 你如果 不然我們這些人 都沒有人 很多人都在百五十 因為我們要練 我經常跟他們說 說 但是 有一些老爺 要去看他 什麼 我都要做 我就要去練 以前說 有錢 有什麼 我會不會對 就是說 我們要買什麼 買什麼 台灣都很公平 但是說 現在好像有錢 以前還要下去 你說 現在你有錢 你以前還要下去 所以台灣 如果天氣極端變好 我就覺得 我們不好 補給我們土地 我們有一天 我們都要有錢 不可以買兩天 我們要吃 要吃 如果你看 這個天氣變化 你看這個精神 其實我很有感到 就是 五年沒有水 年頭沒有水 但是 去年所有的母國都 都死 但是 我們台灣 如果我們都要這樣 我們媽媽 沒有錢 不是說 你有錢 就一定會有錢 所以我以為 我們 大家都可以好好 補給大家 但是我以為民進黨 你前面只剩了 真的 我真的很希望蔡英文 她當初 去大坡 去殺 她 她 我知道 就去三天 三天 四天 她一直說 可是當你今天當總統 你應該 你應該 你應該面對 你剛剛都不知道 還是說 你們這些的對 都齊嚇 不可以 你都不知道 但是你怎麼會 她說 好的情緒 好的 生活 還是要適合 而且我常常說 那個法律典 不敢 百萬年 那你 你現在 你那個阿哥哥 所以我們現在說 人家手機吃到飽 你現在那個法律典 還可以 所以我覺得 真的主力爭議 我希望過 其實我是不是去外國 我常常聽 我們 其實我們教授的說 一四月你情緒 結果一四月 你申請五十個情緒 土地 不是像我們現在這麼困難 我要愛就要愛 所以我常常說 請典頭 請典頭 但是我請典 希望典頭 說 你們大家都有在地上 希望你們可以 都比較好的來 看我們典頭 不要說今天 做到之後 就說 不是 他應該是 想要看 我們這個 五人想要 但是我常常說 他當時情緒 你要這樣一歲 才來 他要溝通 不是說 我們就要去 那這樣 怎麼會有事情 所以 他是社子島 人家還有一個人 你問我 社子島是啟動的 很疼 我們在台灣 社子島是啟動的 我當時很介紹 他以前 我今天 社子島是在台北 另外一個黨 我感覺 我們很爽 我們很爽 就對了 真的 我這樣 如果沒有空間 台灣 很多我都去的地方 我常常跟他們說 RE3 什麼的 我都去的 以前常常唱RE3 大余來的說 RE3 我很好 我跟他們說 我台灣 我七個月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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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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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我們大家 希望 你問我 情緒 還是什麼 其實我如果很感恩 這個老師 我這個 藻礁對他來 說 你有什麼關係 應該沒有 為什麼 你愛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 大家都愛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 台灣 很多 很多 我跟他說 很多 夢人 夢人所有人 有很多 都能移動 但是我們這裡 有很多 我現在還要 我二十幾年 從馬到馬到馬 但是我跟人家在說 好像越馬越大 就不可以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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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人家說 我現在是百毒不親 反正 什麼人家說 現在跟我說 一定有任用 但是我一年 就是 廖教授說 我們做一年 對 我常常不想唱 我也不想害人 但是我做我的本文 我覺得台灣 那時候是 我們台灣 那時候需要 大家來 那需要政府 來跟我們打盤寫 對不對 政府給我們管 拿我們稅金 還給我們求 這樣就很不對 所以 社子島 我覺得 只要做 我們應該有辛苦 我一直覺得很樂觀 謝謝 沒有 沒有 我覺得真的要樂觀 你今天 那時候 我們今天要六天 你不能用 好生的形式 對啊 你今天真的 真的 你也知道 在開之前 每個人來 我也等一下 還沒說 我們這個人 可是你們不能被抓住 對 我們很樂的 謝謝 謝謝 今天 同鄉姐 割案那一分也很少 對 我覺得我們人民 真的就是這樣的心境 很多沒有碰到這種問題的人 很多沒有碰到這種問題的人 可以說 像那年年的時候 其實那個 真的是非常深刻 天愛的優秀 好 那 玉鴻姐 有沒有要接續 還有我再想 他的心聲也是非常的深刻 沒有沒有 不好意思 剛剛一開始 我以為就要開始講 所以就講得很激動 他一講都也差不多講完了 但是我還是要報告 我們這個機場捷運A7 站區的徵收 是用預標售 就是主地所有權量都在我們的連下 但是政府就用先賣給財團 在對面剛才教授我講的那個 產業園區 就是中華郵政物流PC號 他們是佔一半 22公頃多 中華郵政物流 另外一半是自貿順達和聯塑 三家合標 就像教授講的 那三家 他們也是蓋好大樓要出租 可是跟當時那個新滿事業計畫 跟細部計畫根本是違反的 他說要創造6000個就業機會 現在創造的是一棟一棟的大樓 而且一棟最少25萬到30萬 然後你說你說就是因為庶民買不起 那現在還買得起嗎 一樣買不起 我們這邊很多有就是比較大的地主 他們土地配回來基本上都賣光了 一賣賣就是好幾億 可是好幾億他怎麼去分配 據我所知再去航空城投資 然後有的就再去買大樓出租 就是我們最近我看到網路有一個 風園風雲那個 他寫了很多就是土地跟穗字這兩個 很多的大房東大地主這一些 你本來是被害人現在變成家害人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這個政府 我覺得不是我們生病了 是政府生病了 我覺得最要醫治的 送他們去加護病房的應該是他們 我昨天晚上半夜我覺得內政部很奇怪 都市審議計畫那個班位很奇怪 每次半夜才發E-mail給我們說 哪邊又要都市審議計畫 現在3月25又發一個 昨天晚上發一個 東北角通盤計畫第二次 然後反正都在半夜發 我不知道他們所有的活動都叫我們停止 所有的活動 室內的大型的小型的中型都叫我們停止 為什麼都市審議計畫不用停止 政府他們跑得超快的 環保署的也是環保的環評的 然後內政部的都市審議計畫也是 沒有見到一天就是好幾岸 我在想一天好幾岸你這麼快就可以審議過 而且通知了多少人 以前我們這邊是沒有通知的 我想這知道我不知道有沒有通知 對不對 你土地所有權利還有利害關係 你都沒有通知 這個叫做計畫 這個叫公天會 叫說明會 我就覺得真的政府 他現在就是 就像就是我們大家講的 我算到了 你不要這樣 我完全指證 你想怎樣 你能拿我奈何 我們只要我們自己的黨一蓋就過了 一舉手就過了 對不對 你說八千那個八百億哪裡去了 花到哪裡去了 沒有人再講的 現在又編一個六百億這個疫情 那我們這小奶百線為什麼沒有補助啊 那為什麼補助那些企業 那你企業平常賺的錢呢 賺了錢也沒有給我們啊 對不對 也沒有回饋什麼啊 那我們呢 那我們沒有工作 很多已經休假了 我一個朋友在林頭長庚當護理師 因為他們講白天就是他們冤內感染 結果沒有人敢去看了 幾乎一半的病人不敢去 他說我們已經在輪休了 那輪休是沒有錢的 無薪假一堆 那政府要不要補助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真的是生了病 我希望就是說 現在不管正在走的 或者已經走過了 或還有未來 就剛剛講的寶山的那一些 我覺得就像大家講過了 我們不能孤軍奮戰 一定要打全假 大家一定要聯合起來 就是大家團結一起打全假 才有辦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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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休息 謝謝 謝謝